钢丸酮水平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性能力 通常,男性在30到40岁之间 钢丸酮的分泌水平处于巅峰状态 但迈入50岁后,这种分泌会逐渐减少 到了60岁后,其功能衰退更为明显 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不可逆 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助改善这种状况 你可能不知道,人体内有一个神奇的养生胎关 它能抵御百携入侵,迅速提升阳气 从而延年应受 而这个方法竟然是握拳 握拳是一种传统的养生手势 隐藏着巨大的强身健体的秘密 若能长久坚持这种婴儿拳 其效果远远超过任何保健品 那么,我们该如何利用这种神奇的手势呢? 跟随堂堂一起来探究一下其中的奥妙吧 在诸病原喉愣中有云 误病诸喉中,握孤两手如意外握,不吝气出 《道书灵集七千》中也有记载 据《魂门志破户》,名曰卧拳于魂破安护 这是一种古老的养生之法 有着明目的效果,可以帮助人恢复精气神 据《流年还魂法》记载 若能一日之中不断卧拳 邪气与百毒将无法入侵 首先,我们来来解一下卧拳的方法 卧拳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可以从魂门制破户,比作关上房门 可以安魂定破 同时,卧拳还能固守精气,明目掩年 长期坚持卧拳,不仅能防范邪气、毒素 还有助于提升整体的精气神 那么,具体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具体的卧拳方法是以大拇指扣压中指的终结 四指环绕大拇指成拳 就像胎儿握着的样子 特别是将大拇指的指尖抵在无灵指的根部 四指微微用力 握牢大拇指,仿佛握住珍宝 这是因为古人认为无灵指的根部 是肝魂关窍所在 中医学上已提出肝主握 观察新说 小孩子的肝精气特别充足 他们处于自保 往往会本能地紧握拳头以护肝魂 而刀员生命终结时 则会撒手而去 因为这时肝魂已经散掉 羊手再也顾不住 这就说明人的出生和死亡 与斑气的生发之极息息相关 握拳的具体做法 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 还具有显著的功效 首先 它能安魂定破 单属性帷幕 主生发 单主管 输卸及藏卸 并且能调节情质 如果肝气不足 或肝血亏虚 魂就不能随生活动 就会导致精神狂乱 多梦 夜晚失年等问题 通过握拳 可以锁住气出 就像在身体外形成了一个保护罩 帮助安魂定破 这是一种平衡的状态 仿佛一台精主运作的时钟 滴答之间 生命之流在体内缓缓流淌 除此之外 还需顾精年年 单藏卸 肾脏经 二者互为表里 株连毕合 肝血需要肾经的滋养 而肾经又依赖于肝血的化身 这一精微系统的相互依存 是中医学的精髓所在 在中医的视角中 经是生命的基本物质 直接关系到人的生殖 发育和衰老 肾 被誉为先天之本 它不仅储藏精华 还将其化作其他脏腹所需的精微物质 当握拳养肝时 肝血得以充足 肾经一堆以疯藏 从而维持生命所需 滋养人体的组织和器官 促进机体的生长发育 为了在年老时 依然保持年少时的精力 不仅需要肠握拳养肝 还需在生活中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是运动 慢跑和游泳等运动项目 对男性尤为重要 男性要做到少做多动 通过规律的运动 促进全身血液循环 提高基础代谢率 帮助消耗体内多余脂肪 维持体内激素的平衡 使器官得到充足的血液滋养 从而保持能力 慢跑 游泳以及深蹲 都是不错的选择 但要记住跪在坚持 长期坚持方能见效 其次 养成睡前用温水洗澡的习惯 现代人工作繁忙 白天交感神经过度兴奋 夜晚则由副交感神经主导 睡前洗澡可以放松身心 消除紧张情绪 有效改善睡眠质量 从而提高身体机能 然而 水温应以40摄氏度左右为宜 过高的水温会影响肾脏功能 并且扩张全身血管 导致脑部供血不足 反而加重疲劳感 第三 保持适度的性生活 性生活应遵循用尽废退的原则 调节防湿的神经中枢 其中在下丘脑 只要保持和谐规律的性生活 便能活跃此部分的神经 增强内分泌功能 促进性激素分泌 从而维持性能力 然而 需注意频率 过于频繁 会导致全身乏力和腰相被拓 甚至稳乱性功能 很多少年纪的男性 由于年龄原因 欲望逐渐降低 因此 关注壮阳防衰老的食物 亦是关键 生姜是很好的选择 猪老年男性 常因为寒而导致食欲不振 身体虚弱 此时适量食用生姜 能刺激胃液分泌 促进消化 鲜姜不像干姜那样刺激 滋润而不伤阴 每天切素片薄生姜 和温胎水一起饮用 对于调养身体 颇有弊异 而大自然的智慧 藏在每一片生姜 每一颗牡蛎 每一块羊肉 每一根韭菜 每一块豆腐 每一尾鰻鱼 每一颗松子之中 它们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 被人们不断发掘 利用 并在中医的经典著作中 占据了一席之地 首先 我们先来说说生姜 当你慢慢咀嚼姜片时 姜的香气会在口腔里迸发 不仅能扩散到胃里 还能通过鼻孔散发出来 真正体验到 从内而外的温暖 接着是牡蛎 这种曾受到 拿破仑和凯塞青赖的海鲜 一直以来都是餐桌上的真锈 牡蛎不仅可以和其他食材 如山药 芡食 莲子 猪肉一起炖煮 具有治疗盛亏的奇效 还能和甲姨炖在一起 或是用韭菜炒 再加些牛肉或羊肉 不仅提升了口感 还能达到蛋白互补的效果 再来说说羊肉 羊肉是冬季餐桌上的常客 热性体质的人 犹豫多吃 这不仅因为羊肉本身 就有助羊的作用 还因为以度重这个 不是疗药搭配 能显著缓解腰脊酸痛 疲倦乏力的症状 杜种是杜种树的树皮 据《本草经》记载 优质的杜种在折断时 有如棉纤维一样的白丝 这便是最好的杜种 而韭菜呢 则有着壮羊草的美娼 春秋战国时期的《本草》记载中 韭菜的效用已经广为人知 韭菜不仅能壮羊 还有多种别名 喜长草、草中乳、喜羊草、长生草等 在《本草纲目》中 有这样一段记载 韭菜能至上气 喘息欲绝 解入复毒 主之饮用 能止消壳倒汗 可见 韭菜是一位极其有价值的 药食同源植物 豆腐 这看似寻常的食物 其实包含着 生经润造的神奇力量 与其他食材配合使用时 豆腐能够补肾壮羊 养阴易血 是一款非常适合身体虚弱者 和中往年人保健自补的食品 各种豆腐菜肴 揉黄豆芽炖豆腐 咸里红炖豆腐 麻辣豆腐 五香豆腐等 不仅美味 更拥有自补强生的功效 埋鱼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 其性温能强肾壮筋 驱风杀虫 李世珍曾深入探讨过 埋鱼的壮羊补肾功效 是一种备受包养的药食 最后 松子仁 这种重要的壮羊食品 以其特有的润肺致咳 滑肠通便的功效 赢得了现代医药学的认可 松子仁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维生素和矿物质 经常使用有助于强身健体 提高免疫功能 延缓衰老 消除皱纹并增强性功能 对周老年人的滋补保健 更是不可或缺 它还能帮助调节食欲 缓解疲劳感 而松子 那小小的子粒中 竟然遇含着滋润肌肤的奥秘 其内含的丰富油脂 不仅能够深层滋养肌肤 更能使肌肤变得一发细腻柔润 如同沐浴在晨曦中的那抹流光 闪耀着自然的光泽 而在男人的世界里 性能力往往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标识 它不仅关系到家庭的和谐 更是个人自信的一部分 一旦出现问题 便如屋于压顶 心神不宁 因此 对于男性朋友们来说 保持和提高性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一方面 饮食无疑是一种 简便却有效的方法 每日三餐 只需稍加调整 多摄入一些补肾壮阳的食物 便能从根本上改善体质 增强性能力 而松子 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总而言之 无论是为了肌肤的娇嫩 还是为了性能力的提升 这小小的松子 都值得大家重视 请不令点赞 幸福生活 从现在开始 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有点意思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 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是单身朋友 在中国的小慧表姐 大家好 我是小慧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分享给你们 我想告诉你们 我已经开通了 会员视频频道 我将在这里 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欢迎大家订阅会员 一同来分享这个旅程 我会在会员频道 定期更新专属视频 让你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 了解我经历的故事 你们的参与 你们的订阅 将是我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如何投稿给我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 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 点击投稿链接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 听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